好的 时间到了下午的4点11分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收看我们的陶友说节目 我是主持人野陶 大家好 我是小乐 我们的节目在TV29 调频104.2以及99.4 同步给大家播出 欢迎大家每天在下午这个时候呢 一起来说新闻 今天呢 终于是周五了 对不对 终于是周五了 所以我今天上午呢 这个曾经一度非常恍惚的 没有想起今天是周五 就感觉 这周好像很快又过去了 很神奇啊 为什么每周 在周一周二周三的时候 都感觉好像都到了周五了 对 真正到周五这一天呢 反而没有这样的感觉 反而没有反应过来 有点奇怪 好的我们今天开始说新闻 首先呢 我看这个小乐已经准备好了一张照片 这个我们要不然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老皮好了 老皮呢 今天上午呢 这个 我觉得这个人 我个人还是对于这个老皮啊 我们呢 Winston Peters 这个现在是我们新西兰政府的副总理啊 同时也是优先党的党魁 我个人呢 还是对他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尊敬 挺欣赏他的 欣赏这个东西呢 就很难 很难说因为确实是老皮这个人呢 他身上有他他包括他的优先党的有很多的政策的其实呢是被不被我们华社所所所所所喜欢的对不对 是在政策方面 没错 但是对于一个政治人物的角度来讲呢 我真的是觉得他和这个美国的特朗普啊 特别像有没有 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啊 这个当然这个老皮虽然这个从商的这个角度来讲呢 他跟我们这个美国总统川塔尔统领的是没有办法比啊 差距比较大 因为川普这个是一个多大的一个什么商人啊 这个拥有这么大的产业啊 这个很厉害 但是呢 你要知道我们这个老皮Winston Peters 他在新西兰这个环境是跟美国这个商业环境没有办法比的 完全不一样 我们这个老皮呢 你这么说的我们老皮以前还是橄榄球运动员的 他是全会议的对不对 他很棒的 他是一个很棒的这个橄榄球运动员 为什么我说他跟这个特朗普特别像啊 或者我说啊 如果说像这个老皮这样一个人物啊 如果放在美国 他搞不好就是早就是特朗普了 对 他有可能会做到同样level的一个角色 他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敢于表达自己的看法 而且坚持自己的看法 而且敢做敢当 而且敢做敢当啊 就是说呢 哪怕你们再这么多人再不喜欢 那反正我就是我就是我 我就是这样的 我就是这样认定的啊 我也不会说好像刻意的去去隐瞒什么 掩盖什么 或者说啊 他给自己塑造出来的这个人物形象啊 就是他这个人设啊 就是反正我就是这样的啊 这个你们喜不喜欢都我都好 当然可能有些朋友可能也会讲 他其实这种也是为了自己塑造出一种形象啊 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取约选民 是那我觉得他就是代表一种比较直率的那种 对 直率没有错啊 然后他他就是就有什么说什么啊 为什么今天这么上来说那么长时间老皮呢 是跟老皮今天的一个电台采访有关啊 我们知道前两天呢华社呢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啊 就是关于父母团聚移民的事情 对 团聚移民重开了 但是设置了一个极高的标准啊 非常高的标准呢 就是现在虽然没有细则啊 但是基本上就是很少很少部分的移民呢 才可以把父母申请这个父母团聚移民过来 对 前两天我们在节目中也分析了一次呢 关于这个工党联合政府啊 这一届呢 在很多政策方面呢都受到了两边的牵制啊 是 要不然呢就是受绿党的牵制啊 要不然就受优先党的牵制啊 对 当时我们就随便的猜测了一下啊 是不是这个父母团聚移民的政策呢 是跟我们的这个老皮有关啊 是跟优先党有关 是优先党要求的 对因为我们当时就说到 这一次这个宣布的政策 实在是太不像工党的作风了 就太不工党了 然后其实大家 我觉得各大媒体 包括我们你在这个节目当中 也说到说 这可能非常有可能 就是优先党的一个诉求 是 那一般情况下呢 碰到这种事啊 大部分的这个政治人 我可能会 这个我也不要好像说的那么明白啊 这个 虚虚掩掩一下就过去了 对 我们这老皮就是有个性啊 他今天早上在接受电台采访的时候呢 他直言不讳的说 就是我干的 怎么样啊 就是我干的怎么样啊 这个把父母团聚一名 这个事情呢 卡在这个方面呢 就是我干的 对 而且就是优先党之前 在跟工党组阁的时候 谈的条件 是 那一定程度上呢 他这个表态呢 也是稍微的给工党 解了一点点套啊 这个也就是说 下次的工党这个部长们啊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工党的国会议员 包括我们的华人国会议员啊 在见到华社的时候呢 就说你看看这个 我们也不能为例啊 确实是老皮 当然那个 这个我们还是说 那你为什么工党就这么被牵制啊 你没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啊 你怎么样让自己被牵着鼻子走啊 之类的 这些都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话题了 就这个问题而言呢 确实是老皮实实在在的提出啊 就是要把父母移民卡在外面 他这个话已经说的太明白不过了 对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这么说啊 他说 我给他翻译一下 就这么着 你这个世界有多少国家还能够自己移了名把父母都移过去呢 对啊 有多少个啊 或者说难道我们不要的不就是那一批所谓的啊 最精英的人才啊 呃 他在这个国家贡献最多啊 对 当然他这个用贡献最多的这个衡量标准呢 就是你在这个国家的收入也多少 呃 以收入来衡量贡献这件事情我我个人不是特别确定啊 是不是他说的正确啊 anyway老皮就是这样认为的 你收入到了这个层次说明呢 什么能说明这个人是 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啊 也是这个新西兰这个国家需要的一个人 高技术人 你这个人每年都挣20多万了 这国家还不需要你吗 对不对 当然你这个钱有可能是从其他渠道来的 比如说你有房产投资啊 有这个租金回报啊 之类的 那你也可以说明你很厉害吗 还有一个点呢 他们有点名 也就是说 你既然这个那么厉害 每年挣那么多钱 呃 而且都是合法收入 那你一定要交税吧 对不对 对 那你每年 我记得这个我们有这个同事计算过啊 如果达到可以办团聚移民这个标准呢 呃 差不多呢 是每年要比一普通其他人啊 要多交个三四万的税 是 三四万的税 因为他收入如果说是夫妻要达到二十 对 要达到这个标准的话 那就是两年啊 他现在这个要申请至少两年达到这个收入标准 我知道很多朋友华社有很多朋友 现在已经在摩拳擦掌掌 啊 正在找 找律师啊 找会计师啊 找各种办法啊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收入凑到这个数 嗯 但是从这个往前退一步的角度来讲 你要凑到这个数也不容易啊 对不对 你这个三年你哪怕你能凑两年 呃 凑出这个收入标准 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给这个国家交了大概多交了六万多的税吗 对不对 对 那他的这个老皮的概念就是说你既然交了这个税 那你就来吧 嗯 我觉得这有一点就是reflect到我们是昨天还前天说 mike hoskin 是 他说我们现在就是有权利去选择这样的人 因为我们现在现在就是需要资金 就是需要一些经济的投入 是 老皮呢 我们就是可以这样选择是老皮还直言不惠的提到了一个数据啊 他说呢 不知道他从哪来得哪里得来的数据啊 这个以后呢真的是有机会可以问问他或者问问这个其他优先党的朋友啊 他说那个他得到的数据说 百分之三十一的给父母担保的这些新移民 对 在把父母接来新西兰之后呢 就自己就颠了 怎么说呢 颠就是跑了 北京话 不是发疯的意思 就自己跑了啊 跑哪去了呢 就有些呢就是可能当然这个有些人可能回国了啦 我知道很多朋友这个事业在国内对不对 这个可能把家小安顿在新西兰啊 自己呢就回国了 创业去了 这边老人带着孩子在上学的也挺多 有些呢更厉害了啊 拿到了这个国籍之后呢去澳洲了 对对对 这个出澳洲计 有没有啊 很多新西兰人觉得澳洲更好啊 就把这个自己呢跑到澳洲去了 这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技术性问题啊 在很早以前 只要你拿到了新西兰的公民啊 你是可以跑到澳洲去 自动成为澳洲居民的 对啊 这是很多年以前了 但是现在呢 这个已经不行了 也就是说 你只能去工作而已 你只能去工作 也就是说很多子女呢跑到这边来 没问题啊 把父母也接过来 子女换了国籍 然后呢 子女呢在澳洲找到工作了 挣得更多吗 不是 比新西兰多个百分之二三十的 他们就跑到澳洲去生活了 去工作了 但是呢 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原因呢 他没有办法把父母接过去 因为接过去之后 他们没有办法成为澳洲 澳洲的居民 他没有在澳洲的居留权 对 即便你这个父母换了国籍了 过去啊 也跟这个澳洲的人不一样 在福利 福利方面有很大的差别 对 所以说呢 很多朋友呢 有一些朋友啊 至少我了解其实身边就有一些 他们去了澳洲了 把父母留在这边 然后父母呢 在这边呢 当然不见得拿福利了 我们也不要这个 好像把这个人形想的这么的过分 但是确实呢 在这边看病啊 至少 对 一定会对政府有一些意料的负担 包括养老 是不是 拿的养老金 这个可能呢 都是由这边的 新西兰的政府来承担 老皮说 这样的人有百分之三十一 是 所以等于说这些人 他没有在新西兰当地 注入一些 就是税金上面的一些义务 但是呢 他的父母却在这边 变成了政府的负担 是 这是老皮说的啊 他说这是百分之三十一 这个百分之三十一的数据呢 我非常想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我们就假设啊 假设这百分之三十一的数据 是真实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老皮说的 有一点道理呢 是啊 是不是 会不会觉得有一点道理呢 当然这个 父母团聚一名 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都有 把父母团聚过来的愿望 你是个设定 用这种收入方式来衡量 所谓的这个国家贡献的大小 是不是合适 恐怕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啊 从我的角度来讲呢 我更加 还是更加愿意 这个希望我们新西兰政府呢 采取澳洲的方式 就是给钱嘛 对 对吧 就是给钱嘛 你自己想办法 这样呢 就是真的是把这个 这个选择权交给了 这个子女身上 对 如果说你愿意给父母 承担一些更多的这个生活啊 或者说看病啊 其他方面的费用的话呢 这个国家就欢迎啊 如果说你承担不了那么多 那也是那个 这个家庭自己做的选择 我觉得澳洲人真的很聪明啊 他同时呢 再给他开了一个 你可以排队的 反正你可以在那里等啊 但估计要等30年啊 在这边呢 你可以交钱直接上车啊 我觉得这个 你别说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或者说纯正的资本主义国家 还真是有一套 对啊 这样澳洲他等于可以收钱嘛 因为他收钱 然后他也不需要 去做那些医疗上面的 是 那我想啊 老皮把它设定为 这个是通过收入的标准来衡量 是不是就想表达一个 一个想法 就是说你看啊 我以收入来衡量的话呢 我能够更多的确保 这个反正高收入的这批人呢 真的是人才 对啊 如果说你单纯收钱的话呢 你可能就土豪就行了嘛 是啊 反正我有钱就往里砸就行了嘛 呃 我觉得他是这个考虑 还有一层啊 我觉得隐含呢 他没有说出来的意味呢 就在于 如果是用收钱的方式的话 恐怕对于 欧洲大陆来的移民 不是那么有利 对 就是他们的现金流 可能没有那么的 会不会 会不会这样啊 我这个个人的一些 粗浅的分析啊 就比如说你来自英国南非啊 或者说那个南非 欧裔的这些国家那些人 他们可能得到高薪工作的机会呢 会比什么华裔啊 印度裔啊 那些多一些 这个恐怕也可以理解 毕竟以源相通 这个教育的这个系统是都一致的啊 他们跑到这边来 这个轻轻松松啊 这个你在英国卧大风 跑到这里 新西兰卧大风 大家都是卧大风 对不对 对 我今天还看到这个 在一个新西兰 一个在新西兰出生在美国 沃尔玛的那个CEO 跑到这个 变成纽航的 纽航的CEO 对吧 这个就一条线过来 就是比较容易找到高薪的工作 但是你让他们一下子拿出 这么五万六万 包括这个两位老人 十几万纽币的这个贡献 恐怕他拿不出来 所以用收入可能还是有另外一个 你看看这帮政治人物 他们都很聪明啊 他们在做这些精算的时候 都很厉害 这个呢 就是今天关于老皮的这么一个说法 也是我们前两天 这个有关于这个 父母团结名的一个补充 一个后续 算是证实了我们的猜测了 证实了啊 我觉得厉害的一点就在于 你看他直言不会啊 就是我 是我是我就是我 你又拿我怎么样呢 你又拿我没有办法 搞不好他这个 他说是我是我就是我 这三个字啊 这句话呢 还能够在主流媒体中 或者说在主流社会中 得到一些选票的支持 对 而且他今天还说了 其实控制移民 这本身就是他们优先党 还有他本人自己喜爱的一个 一贯以来啊 对 很长时间以来 然后他说在下一次大选 他们还是会提出这样子 他要提出一个叫做 新西兰价值观测试的事情 这个事情也是非常大的争议 简单来讲呢 老皮一直说啊 你如果说移民到这个国家啊 不管是移民来的 还是难民来的啊 不管你是父母团聚来的 还是跟着老跟着儿子来的啊 或者跟着老爸老爸来的 都会需要在这边呢 先完成一个测试 来证明呢 你的所想啊 是跟我们新西兰的主流价值观 是一致的 所以是可以让你融入到 新西兰当地社会 也就是说呢 他给你一个机会啊 如果说你的价值观 跟我们这边的 新西兰的价值观的 这个差距太大的话呢 你就别来拧巴了 所以他会知道 他是怎么一个测试方式吗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测试 非常非常的具有争议 比他比我刚才讲的 所有东西都有争议 首先呢 就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涉及一些宗教的歧视 文化的歧视 比如说我们就很多 穆斯林的这个移民 或者难民过来啊 你要说他们在这个 什么叫价值观啊 什么叫主流啊 新西兰是一个 号称包容的国家 那包容就是新西兰的价值观 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 以价值观测试来评判 你的价值观是我可以接受 你价值观我不能接受的 那这里面还有包容可言吗 而且你要怎么知道说 新西兰人所有人的价值观 就是这样的 互惠新西兰本身 就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呀 你还得定 还有一个核心问题 你怎么来评判 你跑过来这个 来来来我问你一下 你价值观是什么 不可能吗 对不对 那可能你要这么问的话 我可能给你背出来 反正你要我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对不对 然后那你说 那你这个通过一系列的测试 我来评判 那谁来做裁判 做个选择题是吧 谁来做裁判 ABC给你谁来的 你不可能让老皮做裁判吧 你让他做裁判 估计一大堆人都进不来 反正不符合他的家 就不符合新西兰价值观 这个东西呢 是有点扯 有点扯的原因 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很难量化 很难去用数字去衡量 但是呢 会不会你说 就比如说 因为我知道 有一些新移民 包括各种程度 各种方式 来到新西兰的新移民 很多时候呢 对于自己的想法 跟这个国家的想法 差距很大 对 真的差很多 差到很多 差到什么程度呢 差到就在这里生活 非常多痛苦 是 其实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很多人到了新西兰 会发现 哇 跟这边的一些 不管是观念 或者说生活习惯 或种种 差太多 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多 那现在的问题 就是这批人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你当然 当然我觉得 我认为核心 最核心的一点 就是你这个选择权 得交给他们自己 对 就是他们可以觉得 这个我愿意带下去 愿意住下去 或者说呢 他们真的是讲 我一直在这个 跟大家讲 你可以去澳洲 你也不能这样子 帮人家选择呀 我为什么老师 反正把澳洲赶了 我也不要为什么 或者呢 干脆就选择一个 让自己的价值观 更加能够得到 这个响应的地方 对不对 毕竟你生活在一个 少数观点的地方 不是不可以 因为这个 我们还是说 新西兰 希望新西兰 希望我们的奥克兰 是一个包容性的 这个国家和城市 对 希望大家能 动作快乐的生活 但是我们也不想看到 任何人啊 这个非常 拧巴的生活下去 我今天这个 第一个小 第一个短时的讲太多了 我们进广告 进广告 一会儿 再见 好的欢迎回来 下午的4点29分 继续聊天 今天呢 其实 或者说是昨天晚上吧 其实还是有一个 有点沉重的消息传来 在这个我们的无锡 对 无锡呢 离我的老家非常的近 也就大概开车 一个小时左右 甚至不到 出现了一个事 这个一个桥 高架桥呢 测垮了 这个呢 据现在的这个 官方的消息呢 说是至少造成了 三个人的死亡 我们呢 是找到了一段视频 是这个当时现场拍摄的 但是后来想一想 这个可能在这个电视机上 直接播出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让一些人感到 就是不是很舒服 因为这个现场的 这个挺惊吓的 我当时看这个就觉得 哇 真的是吓了一大跳 无独有偶呢 其实在大概 七八九十天之前 这个在台湾的宜兰 也发生了一个桥垮塌的事件 对南方澳大桥 是直接垮了 直接垮了 那当然这个台湾这个桥垮 它的原因呢 这个也是在调查中 这个初步的说法呢 是因为这个年久失修的关系 那无论是哪座桥垮了 我觉得呢 都是一件非常不幸 同时也是完全不应该的事情 对 你看我们都在什么时代了 是不是 桥这个路面 应该要保证大家所有人的安全 应该是比较基本的 当然这个 这个作为我们这个 毕竟来自中国大陆 来自那地啊 你看无锡又离我们那么近 离我那么近吗 至少 那个这个 那个国道啊 这个高架桥呢 他垮他的地方呢 是顺着这个路 就是到了上海了 很近很近 所以理论上来讲啊 我都有可能在这个桥边上 很有可能啊 因为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经常出差 无锡南京市经常跑 都是你的生活圈 都是生活圈 那搞不好 就是你从无锡出个差 你可能回上海 就要走那条路 这个真的是你我他 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 经过的这么一个地方 因为这样的这个关系呢 可能对我们的这个 带来的冲击就更大 有一年上海这个有一个高楼着大火 这个小乐可能不太清楚那个事情 当时那个事情呢 我对我的冲击相当的大 这个烧死了很多人 逃不出来 在这个静安寺附近的一个大楼 我都感觉特别的难受 这个我记得那个时候 还在跟大康一起主持 这个当时的一个体育 或者谈天节目吧 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那大康后来下来跟我这个讲 这是第一次在节目中看到 我真正的 把这个感情就迸发出来 就没有办法抑制住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 真的是离我自己的生活圈 特别的近 我家就离得很近 再加上这个大楼里 刚好有一户人呢 还是我自己的妈妈 她和那个很多老年的 这个算是老年闺蜜吧 一起学弹钢琴之类的 其中的一个老师就住在里面 当时都不知道这个老师什么情况 结果打电话回去 这个家里这个就是这么说的 所以说像这种事情呢 可能对这个自己的冲击非常的大 是 我们说说无锡这个垮塌事件 当然现在呢 除了官方的消息之外呢 还有一些陆陆续续的 这个各种官方民间的消息传出来 据大部分的消息说呢 这个主要的原因 包括官方也提到了 主要的原因呢 是一个一辆卡车 超载超载超重100多吨 100多吨开上那个桥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张图 这个图呢 是差不多算是一个网友手绘的示意图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的样子呢 就可以看到解释一下呢 就你看呢 这是一个 我不知道可能是下扎道 还是上扎道的这么一个地方 你看到这个桥呢 是一个单边柱的支撑 就这个桥 然后呢 在桥的一侧呢 出现了一辆非常重的大卡车 这辆大卡车呢 现在说法有100多吨 100多吨呢 这个有待官方的这个解释 那你看就开到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它一侧太重了 一侧太重了 就导致这个桥呢 往一边倾斜 然后整个就垮下来了 就压到了下面的车 当然这是目前的一个 一个非官方的说法 就是说我们拿过来 哪个那家 作为一个这个讨论讨论 探讨一下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这么这么一个示意图 我想大家应该已经 这个看到 那现在的问题是 这样的这种情况 我们到底从 是能不能够从里面 分析出一些什么样的 可以吸取的教训啊 或者说之类的东西呢 我觉得还是有的 我觉得还是有的 你说是对于可能 开上高速公路的一些承载吗 首先当然就是桥的质量的问题 当然那个现在的说法呢 就是因为这个这种情况呢 一边一百多吨的卡车呢 可能真的是谁都受不了 谁都受不了 不管你的桥造的 当然这个质量还是一方面 还是要去探讨 但是现在目前这个阶段呢 你可能得不到一个什么样的 实质性的这个结果 因为还在这个研究 那一方面呢 是一个桥的设计的问题 就是你这种单边桥的结构 对啊 设计的问题 对不对 另一方面就是质量 这个可能就是慢慢要去探讨的一个事情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在于这个一百多吨的这个卡车 一百多吨 据说就是十几辆卡车 十几辆坦克这么重 它怎么会让它开到这种桥上去的 对因为其实在这种国内 你要开上 就是大卡车要开上高速公路 它应该都要过磅 对不对 这个呢 我后来去研究了一下 这条路呢 它还不是高速路 是一辆国 是一个国道 它就是一般的国道 是一个国道 这里面呢 可能呢 暂时在这个路段呢 恐怕也不涉及到什么收费的问题 因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国道 这个暂时没有这个收费的问题 但是呢 这辆车 这辆大卡车 这个迟早是要使上 这个所谓的高速公路了 这个 这个 据说那卡车上运的是那种 钢圈有没有 特别一层一层的 建筑用 死沉死沉的那个东西 压在那个卡车上 那很重 所以说呢 你归根到底还是要看 那如果说 我们先暂时把这个桥的质量也好 或者说桥的设计也好 放在一边的话 我们单纯来看这个超载问题的话 那现在你就官方的说法 也就是超载 是导致这个桥垮 它的主要原因 那如果说超载的话 我们在这个国内 有生活经历的人呢 都有一个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在中国大陆 这个大陆上超载的 这个尤其是卡车 泥罐子车 水泥车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常见 我这个经常那会儿 有一段时间经常去南京出差 在上海 大概到南京三四个小时的 这个车程 一路上呢 你就看到这个车道上 特别特别大的车 还特别特别的慢 真的就是它开不快 因为它实在太重了 实在太重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一般的司机呢 都知道啊 在你小乐以后 你以前说过 你可能会去国内啊 这个看看 工作工作 生活生活之类的 也提到过 如果你以后在国内有机会开车的话 你你在大老远看到那个车 啊 你就懂 避而远之 你就避而远之 当然我们都知道看到大车躲 是一个开车的常识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 这个如果说 你在这个中国大陆开车的话 这是一个 真的有的时候是 甚至甚至有关最后 你是不是能够保命的一个重要的 这么一个 但是这些大卡车或货车 它难道也没有一些相关规范吗 当然是有 当然是有 但是在中国的这个大陆 目前来看 这个超载的情况呢 是屡静不止 我们先不说 无锡这个垮桥 涉不涉及到桥 这两个都放在一边 就说这超载的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年 这个超载问题就解决不了 对啊 为什么你在路上看到 你一眼看 它就超载了吗 对不对 这个根本不需要 根本不需要过棒 就很多例如说装那个砂石的 对啊 照理说它完全就是 已经是突出来了 对啊 对啊 堆的高高的 对啊 这个绑的这个 就一层又一层的 你就目利所及 这个东西肯定超载了 不可能不超载的 但是呢 这样的情况呢 还是在道路上出现 当然 很长时间已待了 有关部门呢 也是做出了一些努力 做出一些努力来整改 但是真的是 这是一个链条 这是一个产业 这是一个社会现象 这不是说 好像我今天某一个部门 或者说某一个省 你知道这个公路吗 对不对 公路是一段一段的 你就是说从上海开到山东好了 那你先从上海开出来 上海出境进入江苏 江苏进入山东 你再开远一点 开到北京 开到河北 再往开到东北 你这一路开过去 是一个个省份 更不用说我们中国 那么大的腹地 那么多的省份 每一个省的规定还不一样 是吗 对吧 所以你可能就是 对于在众的一些标准 你可能开到这边OK 或者说解决了 但是开到下面就不OK 就解决不了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跨部门 跨地区 跨省 跨省份的这么一个问题 全面性 这个问题要解决啊 你不仅是跨部门来解决 你还要协调各个地方的利益 怎么说呢 就比如说你OK 你山东马上放行了 你可能放到开到山西 山西说不行啊 我这边还没 还没那个什么呢 对不对 我这边还没有解决呢 你还没有在我这边解决呢 我怎么能够让你过去呢 对不对 当然这里面 水很深 水很深 我们今天可能就稍微把这个问题先提出来 我记得呢 这个以前我看过一个节目叫做周立波的一周立波秀 他有一集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跟这个超载有关 跟这个长途运输有关 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 给大家说一说那一段一周立波秀 欢迎回来啊 时间是下午的4点41啊 我们继续说说这个翻球案啊 这个翻这个桥导案啊 这个没有整个它是侧面的垮下来了 我们有张照片呢就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呢就是呃 垮下来那个卡车啊啊 所以他上面载的这种钢圈 钢圈一卷一卷 这个是相当相当成的啊 像这么一辆车装个这个100多吨啊 真的是也没什么特别新鲜的啊 问题是啊 这个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示意图 他就这样打下去啊 如果当时对面也来一辆100多吨的他就撑住 呃平衡住了 但是你永远不可能说想象说呃 这两个100多吨同时出现 不可能啊对不对 所以说呢呃超载啊 这个据目前的表面情况来看呢 应该是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 我们刚才讲这个超载屡进不止啊 呃周立波一周立波秀呢 曾经在一期节目中呢嘲讽了 或者说直指了这件这个事件 呃周立波呢这个人呢 呃是上海人啊 他在早期刚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呢 他还真的是挺大胆的啊 嗯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说啊 呃很多人都是这样出了名了呢 就什么都不敢说了啊 哈哈哈哈 哎呃提外话说到这个周立波 他当时说这个呃这个事件呢 其实呢是发生在2010年的时候啊 呃当时呢呃有一个呃在河南啊 河南呢有一个呃农民呢 叫做石建峰啊石建峰啊 这个人呢这个你现在去上网 有关他这个新闻很多 OK 他当时呢呃在在哪呢 在河南运运什么呢运沙石啊 嗯就是也很重啊 死沉死沉的这种东西啊 呃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呢 呃他就是冒牌啊 冒什么冒军牌 哦在中国大陆呢 这个军牌就是军运卡车啊 呃是有一些特殊的照顾啊 这个比如说你不需要说过桥费 过路费啊 呃支援国家军队建设 一个军队可能也要建营房啊 建那个什么对不对 这也是很正常 我想世界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啊 这个政策向军队做些倾斜 这都很正常 问题这个石建峰这位这位这个人呢 他第一次呢这个被法院判刑呢 是因为他套运军牌 搞了两辆卡车啊 装一个军牌啊 你这样呢就可以不交过路费 对不对 做了八个月 做了八个月 呃第一次法院认定 他偷逃的这个路费 过路费368万人民币 过路费可以收到380万 300多万啊 这是第一次法庭的说法啊 呃当时这个周立波 但他是这个非常厉害了 他有这个水平 可以把这个事情说得唯妙唯孝 而你这个看着笑中带泪啊 之类的泪中带笑啊之类的啊 我们就是因为是没有他那么的功底 基本上这个事情呢 就是变成了很好笑的一个点 就在那个368万 这个人被判了无期徒刑 然后呢 这个在媒体曝光之后呢 这个人吵得沸沸央嚷嚷啊 之后呢 都所有媒体都知道了啊 中央电视台 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啊 什么南方周末啊 各大媒体都扑到这个河南啊 2010年了 这个十年 九年多以前啊 当时就真的是很多媒体都扑过去了 去采访这个事情 那周立波呢 也是从这个各个媒体的采访中 得到一些信息 据说当时说呢 这个石建峰这位老哥呢 做了八个月的运输生意 挣了20万 然后按照这个368万的 这个所谓的运费偷逃费啊 这个人被判了无期徒刑 是 当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你如果说你偷逃 300多万的这个路费的话 相当于就是 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啊 可能真的是可以判无期徒刑 但是周立波这老兄呢 就就就开始给大家做了一个算术题 他说 他这个18个月挣了20万 对 偷逃的过路费是368万 减一减好了 他如果说 不偷逃这个过路费的话 他做八个月亏348万 这个数学角度来讲 这个周立波这个绝对没算错 亏了348万 你说他是不是傻的 这个 也就是话 他其实你这个东西在反讽什么呢 当然有两点 第一个点就是质疑 这368万的过路费 到底怎么来 你怎么算出来的 八个月两辆卡车在那里跑 就要交300多万的这个过路费 太恐怖了吧 这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也是在讽刺一件事情啊 就是说你看 如果说真的是360多万的过路费 那你让这些人怎么办 如果我不偷逃过路费的话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做这个生意 每年要交好几百万的过路费 可能这个大家就不要搞运输了嘛 对不对 这个谁八个月赔进去300多万 可以受得了 没人受得了的 对不对 再怎么土豪都受不了啊 后来呢 这事情有进展 因为这个媒体的聚焦之后呢 各大媒体扑过来 你知道吗 这个法院的这个重视程度呢 提高了好几个层级 媒体力量很强大 法院重视程度高了啊 当时真的还是有一些媒体的监督的力量 这个给这些媒体点个赞 那个年代啊 来了之后呢 法院的工作人员经过这个研究呢 发现这个事情有问题啊 算出算错 这个是算法算错 他们后来在第二次的审判中呢 说这个算法算错了 里面还有个插曲啊 就是石建峰他有个弟弟啊 叫石什么玩意了 也是小石吧 石小弟啊 石小弟跑出来说呢 他哥哥是帮他顶罪的啊 所以说当时啊 这个搞这个运输呢 不是石建峰 是石小弟啊 后来这个石小弟变成主犯了啊 这个我们放在一边先不谈啊 这个你搞错人了吗 对不对啊 这个先一步谈 要谈的是什么呢 他们把这个计算方式重新算过之后呢 认为这个石小弟啊 作为主犯呢 偷逃的这个过路费呢 不是368万 是48万 差这么多呀 368万 然后最后给那个石小弟判了 7年有剧毒品 把这个石大哥 就刚才讲的石建峰呢 判了三年多啊 因为你也是从犯吧 对不对 好 这个问题就来了 你这360多万 怎么变成40多万呢 这一部分呢周里波没说啊 因为这个后面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呢 他已经被招安了 他基本上不说什么坏话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他这368万呢 是把各个路段 把应该给这两个哥们 偷逃这个东西的罚款给算进去 就罚款是乘以几倍的 就比如说你这个10块钱过路费 你没有交 我抓到你就要罚100倍 罚10倍好了 这个逃一罚10 所以说我应该收你100块 所以说他偷逃这么多次 他把这个罚金全部累积上去 累积上去是368万 不好意思了吗 所以并不是说过路费 他应该缴交的过路费是368万 应该缴交的过路费呢 最后他算出是40多万 所以就给他判了一个7年 这里面那个这个有两个点啊 那如果说没有那么多媒体关注的话 他真的就把这些罚金都给算上去了 然后他就被判无期徒刑 他就被判无期徒刑了 当然你这边呢也必须强调一点 既然这个案子能被改判 也就证明了中国司法的进步 对不对 这个我们也必须说一点吧 对不对 虽然这个媒体 我认为媒体的关注 才是这个案子被改判的主要原因 但毕竟有媒体关注 他还是改了 对 这个还是值得肯定 就可能 这个放在以前某一个时代 可能就是真的是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但是现在呢 至少在2010年的时候呢 这件事情媒体说的是有用 他已经改过来了 改成这个改成7年 所以说这个368万的是这么来的 但是问题现在又来了 如果我们就算按照48万的说法好了 如果按照这个石大哥最开始说 我跑8个运输 我才挣20万 那48万减去20万呢 他跑8个运输 还是亏28万 还是亏28万 没有人傻到会去亏28万 做这个买卖的 对不对 那当然呢 这个后来法院呢 我必须给大家交代一下 信不信由大家 法院呢 后来说呢 这个石大哥一开始说20万是错的 法院这个找了一个办法给他算出来呢 说他这个其实做8个月的生意呢 挣了120万 110多万 所以110多万 如果说他逃了这个 这个40多万 这个过路费一交呢 他还能挣个50多万 所以他认为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当然这是最后检察院 检察官和法官的说法 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这个事情 给大家聊聊挺有趣的 因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 这个我这个 我老是忍不住在强调 我自己是学法律的 因为我确实是学法律 所以我看到这些案例呢 就会觉得有意思 有趣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事情啊 我们这个周立波 一周立波秀 当时用这个事情来强调一个什么点呢 第一点当然是我们中国的司法问题 刚才我讲了 司法有进步 这个重申给改判了 就是有进步 第二点呢 就是其实这个案子折射出 中国这个 为什么那些卡车司机要超载 为什么要超载的原因就是 如果说你不超载的话 你把这些路费交一交 那你真的就是白干 甚至倒贴 所以是过路费太贵了 是这个原因 太贵了 这个有人做过一个统计 据说从这个一公斤货物 从上海运到纽约 是1.5人民币 一公斤货物同样从上海运到贵州 你加上那种什么过路费啊 就之类的 这个高速公路要交钱嘛 对不对 是6到8块 也就是把一公斤货物 从上海运到纽约 仅仅是从上海运到贵州的8分之一 你往有运运比往上海运 往贵州运更便宜 为什么你大客车 大卡车 你一路开过去 有那么多的过路费要交 而且呢 就几乎是每进入一段 交一个费 但是它这么贵 难道没有它的背后原因吗 这个背后的原因呢 就复杂了 这个首先呢 你说过路费是国家定的 这是一方面 还有方面呢 就是你知道这个中国的道路 除了这个高速公路 还有国道 还有省道 还有各种的村道 各种道不同 你相当于就是有一点点像这个 反正我开到你这个路段了 我往这个这边交 找交使用费 我到下一个路段呢 我往那边交 反正就是你每开到一个省 你都要交这个钱 以前在中国开高速公路 你知道高速公路 以前中国高速公路 跟你讲堵车 堵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当然车多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收费占太多 台湾也是之前 对啊 台湾也是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可能就是一个问题的存在了 那这些 所谓的这些司机啊 卡车啊 你以为他想开超载车 他也不想开 对吧 你说超载车很恐怖的 就是前面如果有辆小车 忽然冲到中间来 我超载车司机啊 他只真杀不住 他不是说好像这个 你这小车不讲理 我就撞你 他不是的 他不要太想杀住啊 他就真杀不住 杀不住车撞上去 还有直到后来 有一些卡车司机呢 他就干脆不杀 为什么呢 如果他一脚踩死了 他后面的货往前一顶 这个钱就卡车箱 卡车箱全部扁了 就开车的人就玩命了 所以说呢 在这里 那我们就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严重 首先呢 就是因为一点啊 我看了一些报道 一些分析 首先一点呢 就是在中国这个货运市场啊 它的竞争太激烈 是 恶性竞争 就搞成到最后 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明明这一趟车拉下来 市场价是五万块 但是因为竞争太激烈 就搞成最后呢 反正就是我三万块 我两万块 大家在那里看 最后想 你两万块 我就交给你两万块运 那两万块 你把这个单子就接下来 那不是就成本价了吗 是 他就接下来了 但接下来的时候呢 他是怎么打算的呢 他就两万块一单 他绝对占不了钱 对不对 这个如果说市场价是五万块 怎么办呢 他就只能抄债 只能通过抄债的方式呢 来 反正我多 我把两单拼一起 行不行 就是原本要再两趟 反正你都是从上海用山东嘛 我为什么今天跟山东干上了 反正你都是去山东嘛 对不对 我就运一次 我运两次 我运一次行不行 当然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 这个市场环境底下呢 是没人这么做的 因为他知道这行不通 你可能开出去就被这个拦下来了 你就根本过不去了 这个你不要运了 你神经病啊 你这个一辆车你能装什么 比如说你装二十吨的 你今天装了五十吨就出来了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但是他为什么敢这么接呢 因为他知道他可以的 他可以这么做的 当然这里面的风险很大 但是他仍然觉得 这个你知道这个资本是这样的 只要你给他足够大的利润 他就可以做 所以他我接下来 我接下来 那我接下来我就开了 反正我就开 反正我就是这一次 我就运两套半 就两车半的东西 我就堆在上面 我就往外开了 这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竞争太积累 那如果开出去之后呢 他又面对了天价的 这个过路费要交 那反正我就交一次嘛 对 我本来是要交两次办的 我现在交一次行不行 对不对 那可能晓乐说到这了 就为什么你说 你就原来能装二十吨的 你现在装五十吨的开出去 你都能开到目的地呢 你不是分分钟被赶 被罚钱 是这样的 在我们也不得不公正的说一句 很多时候呢 政府部门是想抓的 你要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 他不要太想抓 因为他这个事情确实太严重了 他可能就是过一段搞一个这个行动 整制超载 经常有制超 我们中国有种说法叫制超 就各关口就卡点 你制超载 拦下来回去 就是这个罚款 这个都有 但是呢 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一个事实存在 就搞到最后呢 你除了在这个官方出来 制超那个阶段 你在平时啊 所谓超载 就是超载不行啊 超载要打击啊 你在高速公路 每条公路上都能看得到 但事实上 你在路上还是看到这么多超载车辆 每个地方的所谓路证啊 交警啊 基本上都是处于 他明明知道有这个现象 但是他也无力 没有办法去解决 他能够做到的 就是把他拦下来罚款 那罚 罚了之后呢 你怎么办 你让他回去吗 不可能的 那我突然想到 有没有一个方式 就是说可能大客车 他的过路费 是按照重量来算 是 那这样不就能 你要超载 你要载那么多 但你的过路费也就增加了 他其实就通过了 通过了罚款的方式 来取代了这个增加过路费的方法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很多这个司机啊 他宁愿交给你罚款 他也要这么运 因为他不这么运的话 他的成本呢 是把这个过路费加上罚款 全部算上去 当然了 还有一些这个 车匪路霸这个东西呢 就不好说了啊 很多这个 做那些长途运输的 这个 不管是东家也好啊 或者说这个是 企业也好啊 都是会多多少少的 和这个地方的警方啊 陆正啊 就有一些交易的 或者说那你罚一罚 罚一罚 没问题 这个你罚个几千几万的 这个我们交 交了你就放我走啊 几乎每一段 一段一段一段 反正每一段 他都交交交交交到最后 就形成了一个全社会啊 都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 但是呢 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啊 所以呢 就是大家就放纵这个事情啊 发生 直到一次又一次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呢 你看啊 这次无锡因为抄载 如果说他证明这个事情 真的是因为抄载导致的 接下来一定是制超啊 对啊 但是可能就像你说 他也许就是这 可能接下来几年内 大家会重视这个问题 能够几个月就不错 对那之后呢 长期以来 就回到原来的状态啊 回到原来的状态 对啊 就回到原来继续抄 反正在出资大事之后呢 继续制超 所以我刚刚说 如果是以按重量来算过路费的话 那他就 他就不支撑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就变成 如果你这样的话呢 你就变成把这个抄载合法化 但是他必须要 缴交那么高费用 所以他也许就不会去这样做 因为他跑两趟跟跑一趟 比如说你这样 比如说你如果这样的话 他就很合法上路了 我只要把钱交一交 但其实这种车是不能上路 比如说超过 我不知道那个数字 假如说超过50吨 那你就必须这个计算的单位 是可以 是可以 几何上升嘛 对不对 是可以的 但是我跟你说 其实呢 规定一直都在的 这些东西一直都在的 关键是你怎么样去 首先你做到执行 第二个呢 是你怎么样解决一个 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 因为这个现象就是存在 各种利益就是在那里 互相盘剥起来的 各种利益 你每一个地方的利益 你都要满足交警啊 对吧 路证啊 各个省市啊 还有市场 是市场啊 对不对 包括你这些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给大家 点一点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他真的这么严肃去治理的话 你是不是市场能够配合 如果说大家真的是 OK 那所有人都把它提到5万块钱 运一次 那恐怕就是大家所有的业主啊 这个卡车司机啊 经营长途的都能够接受了 但接下来问题 是不是我运货费用就大大增加了 对 所以大家的这些 购物的费用都都 我本来是这些东西 我从上海运到山东5万块钱就够了 2万块钱就够了 你现在这个市场一致力 我变得要交5万块了 那是不是建筑成本就大大的提升 是不是就会造成 这个其他的社会问题产生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非常粗浅的 说了一些关于这个问题 这个5599说 国内的公共运输超载 是再正常不够的事情 载重30东的卡车装60吨 四个字形容就是多拉快跑才能赚钱 如果不超载很难有利润的 搞不好公司运输这个厂业就没人做了 这个3663 说叶老师讲起法律问题 语速变成1.5对 现在变化了 太兴奋了刚才 这个不好意思 有的时候这个是职业的职业毛病 好我们这个现在的语速够慢了 慢慢说 我们进一段广告 一会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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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